沒錯 我現在人在台東的活水湖 然後今天其實是原本我們要來參加 Challenge Taiwan 515的比賽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所以已經嚴賽 那想說車票註書訂了 我們還是來自己挑戰吧 所以今天影片即將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自主三鐵的過程 我們待會先在活水湖 然後游泳 遊玩之後會在附近騎車跟跑步 看我一生都已經準備完成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自主三鐵 GO 我們現在要一起前往下水角區域 大家都準備得非常充足耶 來試一下水溫好了 好冷喔 出發吧 GO 300公里 腳踏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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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舒服喔 剛游完泳之後現在全身濕濕的 上來暗上之後 現在把衣服吹乾因為大太陽 超棒 超棒 我們現在往中華大橋 好 出發 我的隊友們都在後面 先我出來當破風手 目標要騎40公里 目標要騎40公里 然後 我今天的補給只準備了果膠 哇好快 跟上我的隊友 果膠 還有水運動飲料 先騎車吧 GO GO 好舒服喔 在這裡騎車 超級漂亮 太美了 大家一定有機會來台東 用腳踏車或用雙腳來看這個地方 開車的時候會忽略 開車 第5K 第15公里 第3個5公里 9分05 9分05秒 現在已經完成15公里了 踩了30分鐘 有點痠 還有25公里 鬆啊 剛過來都是蜜蜂 回去應該順風許多 我們現在就直接 一路 衝回去 GO GO 他們都吃完果膠了 我的目標是30公里的時候再吃 因為 30公里完 還要下車跑10公里 那個時候會餓 我果膠的份量只夠那時候吃 所以我現在喝運動飲料就好 我先加速哦 等下要上貨哦 等下要上貨哦 美元 最後一項最後一項 現在大概是4.50 手很痠 要跑火水湖的外圍 他們說一圈大概是2.5公里 所以我們要跑10圈 超10公里 有點腿軟 不過鐵人在每次都這樣下車之後 邊跑來邊就會腿軟 現在的確2.5公里當作恢復 試鏡一下 好熱喔 第一公里4.57 今天跑5分數有點喘 畢竟前面已經有了750公尺 跟腳踏車騎的40公里 這火車頭部可以看到超多 就是空軍的飛機在那邊一直在 在你的頭頂上 第二公里 5分24 真的跑不動 今天就用這樣歸宿完成吧 中暑了啦 好熱 我等一下跑完 所以我要直接跳下去水裡 現在是太熱 那這次比較有觀念 就是我先 在腳踏車最後一兩公里的時候 我稍微降速 然後甚至跑步 一開始也是先緩和 我到現在4公里都還沒有抽 可是 我覺得差比較多的是 心肺功能真的 沒有跑步差很多 所以最近體能有點下降 電比較喘 但其實肌肉是可以負荷的 5公里26分半 太熱了 今天5公里跳車 大家抱歉 沒完成 但今天真的有點太熱 我覺得再跑下去 身體會受不了 今天的總時間是2小時16 但是我們距離比較不足 而且我在每一次轉換都有停下來 所以參考就好 總共47公里 第一個開放水域 我們游了760公尺 游了18分鐘 每100公尺大概是2分25秒 然後 接下來是 腳踏車 我們總共騎了41公里 然後騎了84分鐘 所以均速大概是29分 均速大概是29公里 時速 然後最後的跑步 最後的跑步 我們 跑了5公里 然後均速是5分10秒 好了 321 來到台東火車站 我們剛剛 一直在搜那個車子 超麻煩的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次來台東參加鐵人三項 自主鐵人三項的過程 那 這場比賽已經到11月 到時候希望還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是你的教練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每100均速 賽內 看一下 下支影片 下支影片